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焦點新聞 先關注一下BBC說英軍逼退中國潛艇 而內地的專家說實際上是解放軍 成功伏擊女皇號航母 2月12日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了紀錄片《戰艦使命之旅》 裡有一段故事說到2021年 英國皇家海軍伊利沙伯女皇號航母編隊 在南海海域行動期間發現了一艘中國基諾級潛艇 在跟蹤航母編隊 最終英軍成功將這艘艦艇逼退 有內地軍事分析人士認為英國媒體有炒作之嫌 希望是藉助對抗中國來重塑大英帝國海軍的輝煌 單單從戰術上來分析 如果按照紀錄片所說的 是在航母編隊後方發現了美徐的常規潛艇 只能說明這艘潛艇已經預知了航母編隊的航線 並且完成了對女皇號航母的演練伏擊 已經轉入防禦狀態 而非英國艦員所認為的英方搶先一步 BBC的報導說 這次緊張的遭遇發生在2021年夏天 伊麗莎白女皇號和她的戰鬥群一起前往遠東執行首次任務 這個航母編隊南海之行 由兩艘皇家海軍護衛艦、兩艘驅逐艦、兩艘補給艦和一艘機敏級的潛艇陪同 此外航母編隊中還包括了一艘美國海軍驅逐艦和一艘荷蘭護衛艦 BBC的團隊隨行拍攝了這次行動 從紀錄片的內容來看,最先發現潛艇行蹤的是 航母編隊中的23型護衛艦李士滿浩 星立員判定他是一個中國潛艇 屬於俄製的基勒級常規潛艇 接著英軍出動了一架反潛直升機 並在海宜水域投下了星立浮標 英軍說在編隊以南20海利處發現了潛艇 而這艘潛艇自知被發現後就轉向撤離 英軍認為是一場勝利 甚至是得意揚揚地說我們領先了一分了 在這部紀錄片中,英國的海軍軍軍說 當時有人認為水下的航行物是一隻瓊魚 但他堅信是潛艇 最終反潛無人機和星立信標的結果證明了他的看法 這名軍軍說這證明了我們可以及時探測到目標 保護好我們的航空母艦 並且消滅了敵人的潛艇 我們成功逼退了中國的潛艇 時任英國皇家海軍司令、海軍上衛 韋斯特也說這件事證明了 英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潛艇獵手之一 整個英國軍界歡欣鼓舞 彷彿昔日中環天下的皇家海軍的榮光 又重新浮現了一樣 但內地的軍事專家就認為 英方所宣揚的這次勝利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 首先反潛直升機和星立信標的確可以確認到潛艇的型號 但就沒有辦法確認到潛艇的國籍 目前除了中國之外 越南、印尼等國也裝備了大量的基諾級潛艇 英國航母編隊在南海國際水域航行 其他國家的軍艦也可以在此無害通過 既然如此 英方憑什麼言之作作聲稱這艘基諾級潛艇是屬於中國海軍呢? 其次根據BBC的報導 英國23營護衛艦發現這艘潛艇時 距離英軍的航母編隊已經不夠20海里 而解放軍潛艇裝備的魚8、魚10、魚雷射程 都在100公里左右 如果這艘潛艇真的屬於中國海軍 那就意味著 英軍的航母在解放軍魚雷打擊範圍內活動了很長時間 但就一點都沒有察覺到 如果這是在戰時的話 英國航母編隊早已被解放軍的魚雷重創 另外從戰術行動上分析 沒有哪個國家會派遣一艘常規潛艇來跟蹤航母編隊 因為航母編隊的速度比較快 一般都能保持在18折左右 而常規潛艇水下的航速很慢 大概是6折左右 根本沒有辦法跟蹤航母編隊 通常情況之下 跟蹤航母編隊的會由核潛艇來完成 而核潛艇的水下航速比較快 才足以跟蹤航母編隊 但都沒有辦法全程跟蹤 紀樂級屬於常規動力潛艇 它的水下靜音性能是比較出色 前提是處於靜止或低速航行 如果要追蹤航母編隊 就需要開到最大的20折水下航行速度 而這時它的水下隱蔽性就蕩而無存 因此常規潛艇大多數都會採取水下隱蔽待機的方式 不可能像BBC所說那樣去追蹤航母 常規潛艇主要是預設陣地對航母編隊進行伏擊 並且演練相關的反艦戰術 而英國的航母編隊大搖大擺地進入南海水域 解放軍在水下 要是會派出核潛艇進行跟蹤 要是會派出常規潛艇在它的航路上切伏擊 不可能派出常規潛艇尾除航母進行跟蹤 軍事分析人士認為一般來說 如果在航母編隊後方發現了常規潛艇 只能說明這艘潛艇是預知了航母編隊的航線 並進行了伏擊演練 紀錄片中提到潛艇尾除 而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戰時的話 其實就是相當於這艘潛艇對航母編隊 成功實施了攻擊員不轉入防禦的狀態 英艦才後知後國發現 如果英方真的提前發現 應該是在英國艦艇前方的海域 而不在後方的 當然還有另一個常規潛艇被發現的可能性 就是常規潛艇發現航母之後 一般要浮起在潛艇深度進行拍攝取證 這時候有可能被航母編隊的反潛艇艇發現 所以英軍這場所謂的勝利 實際上不是能夠證明英軍是出色的潛艇獵手 反而暴露出英軍反潛能力差的問題 專家認為英軍反潛能力下降其實是必然的 在冷戰時期英國為了配合美國 在大西洋圍堵堵蘇聯海軍的潛艇 維持著一支龐大的反潛力量 但是蘇聯解體之後 俄羅斯潛艇部隊在大西洋的活動頻率在銳減 英國的反潛力量一時都沒有了對手 儘管冷戰結束之後 英國追隨美國參加了不少次的戰爭 但是這些對手基本上都是沒有似樣的潛艇部隊 英軍曾經引以為傲的反潛力量也因此荒廢了 中國內地軍事專家宋忠平就說 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目前以中國作為假想敵 在他們看來如果連中國都能對付 那麼世界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成為他們的對手 這個背後的原因顯然異見 一方面就是強調大英帝國海軍是無敵的 重視昔日的輝煌 一方面就是通過強調中國的威脅很大 自然需要加強軍事能力的建設 於是就借此大家軍費的投入 然後看看2月10日至14日 巴基斯坦海軍主辦的和平23多國海上聯演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舉行 和平系列演習自2007年首次舉辦以來 已經是第八屆 這次演習的主題是攜手共進 共促和平 一國有50多個國家派出艦艇、飛機、特種作戰部隊 和相關人士參演 其中中方參演兵力 以導彈驅逐艦南陵艦為主 攜艦載直升機一架 以及海軍陸戰隊幾十人 在這次演習期間 巴基斯坦海軍還舉辦了首屆的 巴基斯坦國際海事展 中電科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中國野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和瓜達爾港自貿區等都設有展台 多國的相關人士在中資展台駐足 詢問相關產品的信息 中電科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所展出的用於測繪、安保、救援 和巡邏等用途的無人艇、無人水下平台 以及賭礁信息系統等廣受關注 此外 由中國製造的巴基斯坦海軍 2054AP型護衛艦也在開幕式上亮相 包括人員說中國製造的艦艇 比其他外國艦艇更好用 接著關注一下中國城製車輛首次出口 歐盟首列的地鐵交付葡萄牙 計劃在5月營運 中國中車唐山公司11號 在葡萄牙波爾圖市中心的 特林達德地鐵站 舉行首列的地鐵列車交付儀式 其公眾開放日活動 這是中國城軌車輛首次出口歐盟國家 新型地鐵列車由中車唐山公司 與波爾圖地鐵公司聯合設計 採用數字化的技術 具有輕量化、低耗能、智能化的特點 是符合歐洲標準的新一代地鐵列車 首列的車輛在完成相關的測試後 計劃在5月投入運營 其餘的車輛將會分開在9月底前完成赴運 中國駐葡萄牙大使趙本堂就說 項目是中埔兩國高水平務實合作的典範 為未來兩國進一步擴大合作提供了新樣本 最後看看北京的整車無人自動駕駛車輛上路測試 近期北京市首批的整車無人自動駕駛車輛 獲准在北京京開區的限定路線 與特定時段分批開展動路測試 與早前展開的主駕無人車輛的道路測試不同 這次測試安全員會徹底退出車輛 在遠端對車輛進行安全保障 測試車輛搭載了兩火的激光雷達 車身涵蓋了13組攝像頭和5火毫米波雷達 來應對更為複雜的路況 這次的道路測試構建了多重安全保障體系 在無人駕駛車輛遇到突發情況時 安全員可以遠程輔助車輛進行安全行駛 今年北京將會開展測試驗證和商業化探索 推動更多自動駕駛應用場景落地 等候 石桌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桌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一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桌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桌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桌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桌台 多謝大家